把啤酒倒进大闸蟹里浸泡10分钟 出锅瞬间变成一道外面饭店排队都要吃的美食 很多人活到80岁都没见过 买这8只大闸蟹花了我10块钱 倒入一罐啤酒浸泡10分钟去新增香 然后再用大闸蟹把刀对半切开 伤口的地方沾上一层淀粉锁住营养 五成油温下锅煎 油可以多放点半煎半炸会更加酥脆 中火慢煎5分钟蟹肉断生即可出锅 碗里打一个我自己刚刚下的蛋 不知不觉我已经分享了866个作品 还没有得到您的小红星 真是太惨了 这个视频您就给我点个免费的小星星吧 拜托您了 另起锅倒入青红椒洋葱炒出香味 放上煎好的大闸蟹 撒上椒盐粉 放上一把葱段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椒盐大闸蟹外酥里鲜 一口一个好吃到挺大的 喜欢的话也收藏做起来吧